这个叫玫瑰岛的国家,53年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,一个叫罗萨的男人用9根钢铁柱子建造了一个400平米的国家,虽然他还没有一个篮球场大,却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圣地。 玫瑰岛的创始人兼总统罗萨,出生在浪漫的意大利,他寒窗苦读多年,终于成为工程师,这天他和好友们在酒吧里庆祝, 作为输掉游戏的惩罚,他必须得和走进来的第一个女孩搭讪,这时很不凑巧,前女友走了进来,两人寒暄了几句,他就开车载着她回家了。 女友巡视了这辆简陋的车,他就知道罗萨不可能买得起车,没错,这辆车是他自制的,却没有挂牌照,他被警察逮住了,关进了拘留所一整夜,女友还被他连累,无法参加教授资格审查。 多年前,他们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分手,现在他发现他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只好失望地离去,父亲也劝他活得正常一点,罗萨就像普通人一样,找了一份赛车场的工作。 这天,他看到广告牌,突发奇想到,这个世界既然不能接受他这样的人,那他就自己创造一个世界。 于是他拉上好友,打算用一堆钢铁在海面上创造出一个小岛。 罗萨用自己的智慧不花一分钱,就让成堆的钢铁自己从海面上飘过去。 他们穿过意大利的海域,来到了国际领海,创造了一个400平米的钢铁小岛,还用钻机开采了淡水。 可岛上什么都没有,还要面对着变幻莫测的天气。 罗萨孤零零的等着人来,直到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,小岛上迎来第一个居民。 他是一个漂流者,一直在海上生活,这天遇上暴雨,只能向罗萨求助。 接着,第二个居民出现了,他是一个出色的公关,梦想是开一个海滩俱乐部,但碍于没有国籍,只能给一个土老板工作。 听说了小岛无人管辖以后,他赶了过来,用自己强大的公关能力吸引全欧洲的人过来玩。 这一年,世界一片混乱,小岛外的人点燃了巴黎,宣称要创造一个完美的法国。 他们做不做得到,在当时没有人知道,但罗萨做到了,他将小岛命名为玫瑰岛,并创造了通用语言,世界语。 世界上渴望自由的人们纷纷涌入玫瑰岛,一时间,玫瑰岛的大小事件占据了报纸头条,女友也被吸引了过来。 可这里没有报纸上渲染的这么美好,不像一个国家,更像是个蹦迪场所。 他还带来一个消息,自己要结婚了,罗萨思考了许久, 原来他做了这么多事证明自己,在他眼中,这还是个不靠谱的事。 受到刺激的罗萨决定干票大的,他要在这里成立一个政府,他们有钱、语言、邮票,就是差个合法性。 于是他递交了所有证明,向联合国申请,玫瑰岛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。 这个消息很快被意大利政府知道了,在他们看来,玫瑰岛要独立简直是荒唐至极,他们绝对不允许这个小岛存在。 意大利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和罗萨谈判,他们会满足他的所有需求,保证他一生无忧无虑,只要他终止玫瑰岛的一切活动。 罗萨听到后扭头就走,他不喜欢外面的世界,在那里他被人当成异类,只有在玫瑰岛他才感觉自己是正常人,所以说什么他都不会丢下玫瑰岛。 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自己的国籍,选择加入玫瑰岛。 意大利政府这才发现,这件事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,于是他们采取更强硬的手段,先是让罗萨的父亲丢掉工作,父亲愤愤不平,就支持儿子去捍卫自由。 再加上,最近阴雨绵绵和临近寒冬,人们也不愿意踏足玫瑰岛,曾经的热闹荡然无存,只剩下罗萨几人的叹息,而小伙伴们早就被收买。 罗萨担心小岛会不保,他希望女友能帮自己打官司留住小岛,女友不愿意陪他胡闹,他只能偷偷开走被扣留的车,跑到欧洲委员会寻求帮助。 起先委员们都不搭理他,直到听说他见岛的事迹,就为他开了一场听证会。 他们同意处理玫瑰岛的事件,无论成功与否,这件伟大的事都会载入史册。 这也引起了意大利政府的不满,他们致电罗萨告诉他,保护人民的自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 他们劝罗萨不要以卵击石,几天后他们就会开着军舰将小岛炸得粉碎。 罗萨听完以后连夜赶回玫瑰岛,另一边,女友看见玫瑰岛的模型,才知道罗萨的付出,最后还是被认可了。 他不结婚了,和罗萨一起赶到玫瑰岛,他们重修就好。 第二天,军舰如约而至,所有人都关心着玫瑰岛的走向,伙伴们也是,他们手牵着手,誓死要守护他们辛苦建立的小岛。 接二连三的炮火没有击退他们,最后士兵们只好将他们抓下来,在玫瑰岛上饱满炸弹。 罗萨看着玫瑰岛化作灰烬,他们还是没有保住小岛,可他们却短暂地改变了这个世界,守护了自己小小的梦想。 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,后来联合国承认,玫瑰岛是一个独立国家,短暂地存在于这个世界。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,联合国移动了国际领海的边界,从六海里移动到十二海里。 玫瑰岛存在的那两年,世界动荡不安,年轻人渴望自由,玫瑰岛也孕育而生,它因自由、梦想而存在。 虽然最终它还是消失了,但是这个世界上,有几个年轻人曾经为自由和梦想做出过小小的努力。 玫瑰岛不仅永存于海底,也存在于每个心中有梦的年轻人的心里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结束了,这里是大乔奖电影,下期见。